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那个说法 在西施微量麻醉剂当中 他承认自己是患有忧郁症 他因为忧郁症 所以他被迫使用微量的麻醉剂 来缓解自己的忧郁症 我们这张照片 这是来自于英国美日电讯 这张照片 它是一个合成照片 这是2018年 当时他吸大麻的一个 在一个博客当中 他吸食大麻 当时很轰动 结果呢 吸食大麻现在加拿大都合法了 很荒谬 然后 当时吸食大麻之后 造成他股票暴跌 所以人们这个社会很 很那样的 对不对 真的 我找不着词 那头法律上 加拿大法律都随便吸食大麻 然后高速公路上说 你可别吸多了 还要搞不懂 然后那如果 而马斯克自己在吸大麻 这世界又变成正人君子了 说他不应该这样 这玩意根本就不对 这玩意就不对 周末的时候呢 光不流调游行的 满街都是 挺可怕的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真的扭曲的 这是一个崩溃扭曲的社会 那崩溃扭曲的社会 会促成人们 成功与否 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角度 去思考 所以这篇报道 是他自己昨天说的 推特上讲的 他在 他在使用某些东西 因为有吸食大麻照片呢 YouTube会证人君子 我怕他 不给 不给我们放 所以我就给他抹掉 只用了那张照片 就是 完全是一种对立的 很可怕 很可怕 这个社会 真的很可怕 这个社会 那人们 我们在现实中 很多朋友 已经麻木的 没有那种可怕 通篇内容讲述了 就是 马斯克使用的这种 麻醉剂 对人身体的影响 但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不是这问题 我跟大家分享的是 马斯克为什么会有忧郁症 很多人都有忧郁症 对不对 妇女呢 产后忧郁 这是一个症状 有着有他自己的一种说法 那很多成功的男人 都患有 都患有忧郁症 比较著名的 你可以看到 在好莱坞一些著名的孝星 他本来是喜剧的 几乎所有喜剧的人 他都有忧郁症 也就是说 他最擅长表演的那部分 正是他痛苦的表达 你可以这么讲吗 正是他痛苦的表达 而当他活在别人的眼睛里的时候 生活在别人的区域 别人的眼睛里的时候 他就使得自己处在一种莫名其妙的氛围之中 这个东西呢 我个人从相声相克道理当中呢 我个人还能觉得那个 因为在好莱坞一些著名的孝星 著名的一些喜剧明星 甚至自杀了 忧郁症自杀 大概有三四个吧 比较有名的人 那他的原由 是这种相声相克对应 因为他长期扮演 他最擅长 却是跟他生命内在最对立的东西 反过来说 也是正是因为他长期扮演的一切 摧毁了他自己 我们说过最典型的 职业的微笑 对吧 职业的微笑 有时候朋友说 涛哥也不知道你 这个 在做节目的时候 一会就乐了 自个也不知道乐什么 就这么乐了 但是反正乐得 看起来还行 你这个人 这个人乐得比较真实 那我们跟大家解释过 就职业的微笑是相当邪恶的 职业的微笑是相当邪恶的 对这个主人 就对这个微笑的人 这个职业者 是个巨大的磨难 跟残酷的一种虐杀 职业的微笑 这份职业需要微笑 出卖自己的微笑 来获得自己的工作 从而挣得每小时多少钱 是不是 顾客是上帝 上帝你个大头鬼 我猜 什么叫顾客是上帝 你什么都不信 你连狗屁都不信 你把顾客叫什么上帝 人这么扭曲的心态 却在大学的讲堂里面 在人们氏族的奔波的过程中 在拼命的学习 学习我用职业的微笑 去对待上帝的客户 你不就是十足的骗子 你要不得忧郁才怪呢 你就是神经病 是不是这道理 扭曲了人们的生命的本身 那马斯科就更觉得 有钱 有势力 去哪都是总统首相见的 对不对 有女人 生了好几个 十来个十二个孩子了 那他妈妈也比他还转 对不对 有兄弟 有姐妹 有爹 爹也比他转 他能把火箭顶上去 他能让人不用开汽车 在TLA躺就开 小样子 藐视你们 对不对 蔑视你们 谁能比我马斯科 谁能比他马斯科 他忧郁了才 你说他忧郁的是什么 你说他什么理由是忧郁 人家说对啊 是因为他要回火星 到现在还回不去 那火星人也忧郁啊 火星人也忧郁啊 你科学给我论证一把 第一 你科学怎么论证 他是火星人 他非说他是火星人 然后你说他是骗子 那他说自己是火星人 你要说他是骗子 我问你 你是精神病 他是精神病 肯定有一个是骗子 是精神病 因为这个东西不搭嘎的 是不是火星人无所谓 对不对 他有钱 他有势力 他有本事 他能玩这个 弄火箭 开汽车 他能玩这个 但他非说 他不是人 他是火星人 那火星人能不能 忧郁 这些问题 看起来大家挺那什么 这些问题是真正 看你人的问题 真正最要命的问题 好喽 他是不是火星人 放一边 他是今天人类社会中 作为世出奋争中的 成功的典范 他都成功的 number one了 最典范了 他忧郁了 那你说为什么 因为没钱 你忧郁了 没老婆 你忧郁了 嫁不出去 你忧郁了 生完孩子不知道 怎么长大 你忧郁了 钱太多 不知道怎么花 你忧郁了 没钱 你忧郁了 没房子 你忧郁了 对不对 你都可以找出理由来 那你说 他为什么忧郁 你也能找出理由来 对不对 如果他也忧郁了 你也能找出理由了 就是说 今天的忧郁症 是无处不在的 今天的忧郁症 高过了人的知识 高过人的科学 高过人的认知 没错吧 因为你现在人间的一切都解决不了 无法阻止这一份忧郁 这是关键素材 所以这就 那为什么 反过来就讨论人的生命本身的意义 人的生命本身的意义 所以没钱的忧郁 有钱的忧郁 本身的意义就是说 在现实我们生活的这个圈套的一切 现实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的一切 人们有着无可名状 无法解答 无法逾越的某些因素在其中 而这个因素 这个原因 人们在探讨科学去解释的时候 就像套在脖子上的套一样 套死自己 但是人们已经把这东西套在套上 已经不会了 人们就像一条狗 被科学自我的认知牵挂着 一直把这个狗绳给套紧了 把脑袋给拉下来 到死都不知道 是自己生命认知的问题 你说他是不是科学 他能活 你不能说他不科学 你说他的科学程度 是不是要远远超过 远远超过福奇 而在一个星期之前 他自己明确说 大家知道他 他采用了福奇的办法 我都只能绕着说 他采用了福奇的办法 在应对中共病毒 结果他说现在反应很大 一个星期之前在推文上 朋友知道我说什么意思吧 他反应很大 我也不知道他告不告福奇 人家福奇现在很光荣的退休了 啥事都没有 这是恶的环境 因为人们完全沉溺在 以科学主导一切的 现实的红尘中 而这红尘之中本身就像我们说的 科学就像个拴狗套 把所有迷信科学的人 拴在狗脖子上 当狗一样拴在脖子上 勒死你 那忧郁就变得很自然的故事 因为你没有人生的真正的 本来的东西 你没有灵性的东西 对不对 你没有灵性的东西 没有人生本来的东西 你陷入在人的欲望的奋争中 达不到的时候 或者说达到与达不到的时候 你都会忧郁的 因为你永远拿不住 任何一件你认为可以拿住的东西 你拿不住的 他马斯克也拿不住的 对不对 他只能创造辉煌的过程 他却享受不了辉煌的成果 马斯克成功了 我问你 你说他享受什么成果了 做有钱的人 他没房子住 能把火箭放天上去 然后呢 然后呢 满马路上跑的都是他汽车 然后呢 So what 打个放屁巴结嘴 还是他 是不是 那他怎么都成 他爹跟妓女 妓女 就是他自己的 后边的女儿 乱伦 还生孩子 他没招 你说他成 还是没成 所以 我觉得道理 就要明白了 这是个死循环 这个圈里头是个死循环 你只看到一个天的循环 你看不到一年的过程 你也不知道这四季更替的因有所在 人们就陷入到每天的惆怅之中 因为你的眼界只想得到 就这样 所以我们跟大家解释过 他不是神仙 他是火星人 他不是神仙 忧郁 是正常的表现 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忧郁症 在你红尘之中 习近平的忧郁症 没准超过更大多数人 之前 感谢观看